郭俊女王菲姐未来可能更寂寞 本年干预会的她 以风趣的煮菜教学闻名 除了一手好菜 她还有一位同居35年的男友 丁杨基 事业爱情两得意 原本很幸福 结果却 你不愿意给我钱 所以她要去打官司 对一个女人来讲 伤害的 是非常的深 非常的 很 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她 原来两人在2015年决裂 除了金钱债务纠纷 还互告多起官司 菲姐甚至向法院提出 全人婚姻关系存在诉讼 她主张2000年和丁杨基 在美国结婚 之后回台艳客也有见证人 符合当时法律规定 丁杨基却隐瞒有原配的事实 害她在副制形下 与丁杨基重婚 她不是故意处罚 希望法院判她与丁杨基的婚姻 是有效的 但丁杨基说 菲姐早知她有老婆 所以当年才诱骗她到美国登记 她因事业依赖菲姐代言 为了不要影响生意 才配合结婚 台北地缘认为 菲姐丁杨基确实在美国登记结婚 但丁杨基跟云沛从未离婚 两人同居35年 菲姐应该知道这件事 没有理由请求确认婚姻关系存在 和菲姐败述